嗨,我是Jenny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活动 首先我们要剪出一个叶子 然后在透明的保鲜袋里面放入实物染色剂 还有发胶 接着将剪好的树叶放在上面 然后一定要用这个美容胶啊 把四周都固定起来 然后让小朋友开始挤压 然后要教孩子们认识红色跟黄色 那么红色跟黄色混合在一起 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然后让小朋友们看到这个变色的过程 做完了之后呢就变成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四周用胶带浇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啊 用手指头来写东西 比如我写了一个大写的A字母 那要怎么擦掉呢 我们就用这个买棒棍 然后轻轻的一擦就擦抹掉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写汉字 然后让小朋友来认识汉字 一来这是什么字 这是什么字 那你也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尝试去画 去写都可以 小宝宝也可以玩哦 小宝宝可以用颜料来代替 然后就开始搓搓搓拍拍拍拍 也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